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诚意演技或国际认可,荣登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提名榜。 近日,备受瞩目的第29届亚洲电视大奖揭晓了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。 中国内地杰出男演员诚意凭借在热门古装武侠剧《莲花楼》中的卓越演技, 荣耀入围。 这一消息迅速在影视圈内外掀起热议, 再次彰显了中国电视剧在全球影视版图中的非凡影响力。 诚意,这位1990年出生于湖南省陈西县的青年才俊,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 自2011年踏入演艺圈以来, 便以一步步佳作奠定了自己在影视界的坚实地位。 从青云至中飘逸出尘的林京宇, 到陈湘如谢,陈湘仲华里申情款款的应冤。 诚意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深厚的演技功底,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青睐与赞誉。 此番提名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, 诚意凭借的是在古装武侠剧《莲花楼》中饰演的复杂多面角色李莲花。 剧中, 她巧妙地将武侠高手的英勇果敢 与文人默克的温文尔雅融为一体, 通过细腻若微的表演。 深刻揭示了李莲花内心的丰富情感与复杂性格, 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感动。 诚意的此次入围, 不仅是对她个人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肯定, 更是中国电视剧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华丽亮相。 她的成功, 离不开个人的不懈努力与卓越才华, 更离不开团队的紧密协作与广大观众的深情厚爱。 我们期待着在颁奖典礼上见证诚意的荣耀时刻, 更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, 能够继续以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,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分层的作品与角色。 同时, 也祝愿中国电视剧能够在国际影视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, 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。